我是海芬 在很多年前看了书以后 我觉得在当时的我就像是米奇一样 觉得只要自己努力 没有达不到的事情 然后只是觉得可能在有些彷徨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聪明的老师 可以告诉我很多必须要改正的缺点 可是现在年纪大了 挫折多了 而且很多的事情 在看了今天的舞台剧之后 我发现一件事 可能莫莉老师得到的是 剑动人这个疾病 但是他渐渐动起来的是他的肌肉 可是他的心是火热的 可是突然间我会觉得 我觉得米奇他也得了剑动这个病 他渐渐动起来的是他的心 所以我在看整个舞台剧的过程当中 我会觉得不断地检讨自己 很多的时候在几年前都会觉得 流眼泪这件事情 是千万千万不可以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因为好像流了眼泪就代表自己认输了 可是看到最后的时候 莫莉老师跟米奇说 我终于让你流下眼泪 而且流眼泪是很健康的 我觉得这句话是 我觉得在看整个舞台剧当中 我非常非常感触很深的这一刻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说 看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 是学到了生跟死 要怎么样去面对 可是我觉得我的感受不一样 我觉得看完舞台剧之后 再回想起当初自己在看书时候的心情 我觉得不是面对生跟死 而是面对自己 跟面对如何跟自己的心 和平的平静的相处 以及原谅自己 还有就是那个曾经自己很在意的那个关卡 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很坦然的面对 或者是面对自己最在意的那个人 你能不能真正的跟他 不管是说爱也好 或者是说再见也好 我要非常谢谢金老师 也非常谢谢亮哥 带给我们这么棒的作品 让很多的朋友们在一整天的工作当中 甚至是一整年的很多的压力当中 在这个舞台剧当中得到很大的解放 也希望很多的朋友 如果你身边没有可以跟你说真话的人 赶快来看这一部 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